這個美國在台協會的這個處長李英傑 那麼他特別邀請吳智陽 中華職棒聯盟的會長去他的台北辦公室 然後建議他中華職棒應該加註台灣 避免跟中國混淆 中止聯盟在昨天發表的三點聲明 那這三點聲明第一個說 吳智陽會長曾經在四月二十四號 應AIT的處長李英傑主動邀請 去他的台北辦事處會面 所以是李英傑邀請你來 我們來開講一下 OK 再來李英傑建議 在英文的相關文宣上加註台灣 向外界傳達中華職棒聯盟 是代表台灣的職棒 不是中國的 這是第三個聲明 然後為什麼 因為洛杉磯時報的記者叫馬卡茲 他在寫宗旨的時候 他的英文竟然是 China Professional Baseball League 被譯成中國職業棒球聯盟 聯方洛杉磯時報算大間還是小間 大間很大報 大間搞不清楚 他沒有搞 他沒有搞不清楚 是我們的名字 讓人家太難搞清楚 China不翻成中國 難道翻成台灣嗎 這很正常啊 我覺得這不能怪這個洛杉磯時報的記者 我意思是說連洛杉磯時報都搞錯了 其實台北人都搞錯了 全世界除了大概 大概台灣人跟中國人 大概搞得清楚而已 全世界沒有人搞得清楚 那我覺得麗英傑 因為其實這個改名 麗英傑他他也 畢竟他是個外交官 他也知道 你說要宗旨馬上改名 有他技術上的難度 因為你要過國際棒種那一關 那中國一定會杯葛 中國很奇怪 我們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要刪除在國家統一前 把統一拿掉 中國都說不要 他很喜歡被我們統一的感覺 有一種感覺 他一定會好 那現在我們要加註台灣現在我覺得短期內可以做的方法就是盡量在識別的標誌上或是在英文的宣傳上盡量凸顯台灣 就跟我們之前討論 現在不改進嗎 現在改進可以 要經過國際棒種這一關 那因為中共也是國際棒種的會員 所以中共一定跟你跟你說五四三 他一定會阻止你 但是這個當然不是不能做 那為什麼會是美國來關心這個事呢 對 所以我覺得利英傑去提這個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絕對不是光利英傑那天到桃園去看球 然後鄭文燦送了他一件他秀了他名字的球衣之後 他突然浮自信想到不是 我認為這是美國一整體外交政策的一環 包含你看到美國國務院的這個外交事務局會發動這個所謂的倒數跟連署 要支持台灣加入WHA 然後最近包含美國加拿大澳洲八個國家駐日內瓦聯合國的大使發這個正式的外交召會給WHO 說支持台灣加入WHA 包含利英傑在講這個事情 我覺得美國在現在這一段從這個武漢肺炎開始之後 他慢慢的對於台灣這個名字 他在國際上能見度支持的力道是越來越強的 所以我認為美國不會只有說 由他們的等於是他們的大使建議我們的中職改變 因為這個事情第一個中國大概比較難抗議 我說運動啊 你幹嘛搞那麼政治話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說我們的中職可以正式把它改成台灣職棒連盟 那大家就會想到為什麼澳會為什麼不能改 如果中職可以改其他單項運動可不可以改 那澳會會不會改 那最後我們國家的名字可不可以改 這個都可以被拿來討論 我認為美國是在幫忙台灣 在一些其他比較不那麼政治敏感度那麼高的領域 他在幫忙台灣在做這個台灣證明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我們 eu舊吧 壓力